行政主導這件事中央多次強調 那什麼叫行政主導呢 這裡提一點 就是說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機關 在整個政策的過程 這個policy process來講是完全由它主導的 就是說由一個政策出台的考慮、諮詢 到正式的通過立法會的立法 到具體執行 整個過程由頭到尾 都是政府負責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2022年新一年的第一集 大視拼圖宋sir 新年快樂 祝你身體健康 大家都這樣說 Happy New Year 健康平安 是啊 平安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疫情雖然我們新年很開心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疫情有Omicron出現了 還有有些機師走到社區裡面 我們很擔心現在會不會有本地爆發呢 因為你本地爆發 第一次就譴責就說 喂 你博泰 麻煩你做好一點看著你的機師 但是問題就是好之後之後的 宋sir 會不會真的Omicron 搞到香港人過不了一個很開心的農曆新年呢 我希望就不要了 是吧 政府說來講 現在去到臨界點 但是又一成那個望月流的 就是帶出來的那些病毒 那似乎都有機會走到社區 那看不能夠控制得到呢 就真的不知道 變數實就太多 那很多專家呢 其實都覺得政府就真的有些後知後覺 那當然了 就希望就遲到好過不到 在那個嚴格檢疫那裏 那政府都叫做 就是聽話一些 那檢疫呢 就最低限度都七天 這樣就好一點 希望呢 在執行那裏呢 我們今天講到執行那裏 你檢疫 居家也好 酒店也好 你有沒有跟進 是不是嚴格監督呢 這個始終都是不知道的 那希望後面呢 就真的做得 真的就是嚴格的 嗯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的管治呢 就用夏主任 夏寶龍主任的說法呢 就五個善於 他也都很強調 就是行政主導 那另一個說法就是說呢 所有政策 都是政府你們去立的 特首你們去想的 那想完 你們又做不好 做不好的話 要 找你們去問責的話呢 那就是你們的詐欺來的了 那但是今次的事件裏面呢 就是 病毒又走又社區啦 那接著通關 又好像無望啦 那會不會其實 林鄭未必交到這麼好的功課出來呢 其實呢 在今次立法會選舉的期間呢 就是中央呢 都提了很多的看法 那選完之後呢 都叫做滿意 那但是那個要求就是說呢 要能夠良正善治 發揮行政主導的優勢 能夠呢 有效提高施政的效能 那就 夏主任那裡所說呢 就是 五個善於呢 也都包括了能夠是破解 在社會各種的問題 特別是市民關心的 能夠呢 做實事 能夠理職 那如果有什麼實事 還要得通關呢 因為早前呢 林太都說了啦 期望二月呢 是一個有規模的通關 林太自己說的而已 不是很久之前的而已 那現在看來呢 又好像有點危哦 是吧 那特別是呢 跟中央關係非常之密切的 譚耀宗 就是人大常委 最近又出來做些期望管理了 因為呢 如果有這些的 就是 疫症 Omicron那些 如果真的走入社區呢 就是暫時呢 通不了關呢 都是可以理解的 哈哈 這樣就不知了 所以呢 行政主導這件事呢 就中央就多次強調 那什麼叫行政主導呢 這裡就是提一點點 就是說 以行政長官為核心 的行政機關 在整個政策的過程 這個policy process那裡來講呢 是完全由它主導的 就是說呢 由一個政策出台的考慮 諮詢 到正式的 通過立法會的立法 到具體執行 到效果那個檢討 再重新改良 整個過程呢 由頭到尾都是政府呢 是負責的 那過去來講呢 就因為立法會有很多 就是所謂反對派 搞到很多事情呢 就是不得暢順 那現在立法會選舉完之後 都是愛國者治港的 那又不可以再說呢 有人在立法會那裡 搞拉布破壞 那就是說呢 梁政善治呢 當中行政主導這件事呢 是應該可以完全發揮 這樣就在政府了 那在通關的事上面呢 Tommy我問你了 你覺得它發揮不發揮得到呢 那當然發揮不了了 通關那麼少 而科都還未搞得到 那時候還說 有些每日少量配額的 那現在連那些少量配額都未見到有 那市民當然是很大失所望的了 那特別很多呢 就是想去會親或者探親 那現在原來呢 就是在邊境那裡來講呢 原來可以有很距離 十米 十多米的地方呢 可以哭到呢 不只是那個 就是呼喊 或者流眼淚的那個哭呢 就會見到自己的親人親屬的這樣 那好心呢 就讓大家通關了 那政府這件事呢 就真是 就是未能夠兌現過承諾 那但是最重要呢 你兌現不了承諾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呢 因為你做事比較淪盡的話呢 那就會積累的民怨呢 就有機會爆發了 那到時中央呢 又會開聲了 你真的不行 那你做事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那而且行政長官選舉是正在來的了 那所以呢 就變成了 都進入一個 是比較敏感些的時間了 那加上新的立法會呢 由今天已經宣誓了 那馬上呢 就要服務市民的了 要提高那個 行政立法的效率的了 那這些都是一個考驗來的 那宋Sir剛剛你說到 行政立法了 這個關係很重要 那中央呢 就已經是立了 港區國安法了 甚至23條都要去立了 那其實就已經是 中央已經幫香港特區政府 就斬除了很多外國勢力的干預 甚至黑暴都消失了 那照理來說呢 中央就很看重 特首的台戲 就是看你做成怎樣了 還有最重要就是 行政立法關係 你行政搞定而已 那立法會議員那裡搞不搞定 那宋Sir 今天呢 就他們立法會議員 就剛剛就宣誓了 就去 就是理任他們自己的公職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提示 或者啟示給他們 要他們什麼關注呢 未來在整個特區的新形勢的管治上面 他們可以幫到什麼手 以及他們應該要怎樣注意呢 那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的整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有很多公共的政策呢 都已經明白了在這裡 這些都是呢 就是市民所關心 市民期望呢 那個施政效率呢 可以有效改善 也就是所謂呢 有效破解這些的矛盾 包括啊 房屋土地 醫療 安老 貧窮 教育 還有交通運輸 當然 通關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說 就是通關來說呢 那個港匡馬 怎樣能夠接上去呢 就是越通馬 能夠呢 就是去到廣東先這樣 那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那海關聽說 現在都在奪到人手了 那但是呢 我剛才所說的 那六大公共政策當中呢 比如以交通運輸為例呢 這個其實呢 也都是 今次立法會選舉當中呢 十個直選區裏面那些議員呢 都不約而同呢 跟街坊接觸的個人當中 跟選民接觸的個人當中呢 都湧現出來的 是吧 塞車啦 是吧 巴士站可能又不夠了 是吧 那些空氣的污染也可能比較嚴重 那還有呢 那些巴士啊 或者是小巴那樣呢 那些的接載量也不夠了 那是不是可以改善呢 那很多這些呢 都是民生問題 都是實事 都是需要呢 盡職理責 去做好那些這樣的事情的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現在明擺了在那裡 就在政府 和立法會 那議員 剛剛入立法會之後呢 就應該呢 就他們在選舉期間 所接觸到 不同的議題 就開始呢 就是表達他們的意見 特別能夠提出一些 是可以改善的措施 那而政府來說呢 也都要虛心 放下身段呢 就和議員去談 那過去呢 我知道很多官員都覺得呢 那些議員 政客來的 其實他們呢 就沒有了道的 講一些話呢 就吹吹吹 最後我都聽到人說 議員是吹吹吹的 有些議員很怒氣啊 那希望呢 議員也都不是吹吹 初歌 應該自己選擇 一到兩個呢 政策範圍 自己比較熟悉一些 房屋土地啊 或者是教育 這樣就深入去鑽研 找出問題所在 還有呢 在自己身邊呢 找一些人呢 特別是一些專家 學者去諮詢一下 怎麼可以有效改善這些的 就是那個呢 服務和有關的措施呢 那我覺得這些呢 是議員現在 必須要去做的 很快就知道他們呢 是不是俗稱 有沒有了道了 就是新任的立法會議員呢 不單止要考慮 怎樣和政府溝通 更加呢 就要去 就是了解民意 將這個民情呢 修結修促呢 就開交上立法會議會裡面 但是宋Sir 那我就 就這樣說了 就是我們呢 雖然我們選舉過程 一定是五光十色的啦 那但是我們現在在議會裡面呢 用個說法 一比八十九喔 那我們的聲音呢 就好像是 大量呢 就偏向了一邊 但是呢 又會不會 當中有些問題出現了 令到某些聲音進入不了去呢 又或者就是說 在香港 我們再要五光十色的時間 我們應該未來條路 或者議題上面 我們應該怎樣拿捏呢 才怎樣拿到中庸之道呢 那在那個政治的體制上來講呢 就基本法都講得很清楚 那中央其實都已經是點明了的了 行政和立法呢 既是相互制衡 又是相互配合 那又要制衡又要配合呢 就很重要一件事呢 就是 就是講得特別些了 該制衡就制衡 該配合就配合 那立法會呢 就有責任監督政府 那個呢 就是實施 那譬如舉個例 那你就是居家檢疫 是吧 你的手帶 有沒有做好呢 連專家也有很多意見 這樣 政府都沒有官員衛生署 都沒有人上去 即是突擊檢查的這樣 這樣 那議員一監督之下呢 就要求政府做得好些 那這個就是一個制衡 那怎樣互相配合呢 那譬如你說 就是這個交通運輸這樣 那議員方面來說 如果政府提到一些很好的意見 那些車的路線重新安排的 那問過街坊 街坊都覺得可以接受的 那議員呢 應該呢 就支持政府了 那所以呢 又制衡又互相配合 其實呢 那要求都很高 那要看議員的智慧 議員的那個承擔 和政府官員能不能夠放下身段 是做好 我們後面都會講更多 四力 這個規劃力 決策力 執行力 和解說力 始終解說得 即是很有問題 到現在通關 究竟是怎樣呢 政府都是講不清的 那我覺得呢 就是難怪市民很有意見 議員也都很有意見 嗯 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也是回去呢 就是我們宏觀一點 行政立法的關係 現在立法會裡面呢 以前我經常都說 黃金比例 那這個黃金比例呢 始終有一邊是大一點的 那都消失了 那現在呢 好像在立法會裡面 都沒有一個比較大的政黨政團的出現 就是個個都好像散開了 那但是行政機關 哇 又要一次過應付 已經新增了 去到90個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他們的壓力一定又大了 那最終宋sir 你會怎樣去看這一種的摩擦 要磨合多久才有一個新的進展 還有你們期望 就是什麼時候才可以有一個香港真正的良政善治的出現呢 我想磨合的過程呢就一定是需要的 快則就是六個月 長則一年 因為今次立法會議員呢 很多是所謂單口議員 或者是所謂的省人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又沒有從政 議政論政都比較少的 他們有一個學習過程 而官員當中呢 也都可能出現了一種換班 因為新政府正在來 那所以雙方呢 兩邊呢 其實都在這裡 調整著 那那個磨合過程呢 有可能比較長的 那但是我覺得呢 就是要給點時間 就是雙方 行政和立法都要 那但是最歸根告底呢 都是要能夠做實事 做事要貼地 那變成呢 我想我們很快都會見得到 是不是真的能夠做得到呢 相互制衡 又相互配合 是的 今天我們大使拼圖就講了 首先講了這個 就是疫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 其實中央都有一個很強力的監察 那去到呢 就是今天呢 就是立法會議員的李新 那所以呢 有很多的政治的和政策的範疇 他們都要關注 那但是呢 最歸根告底的問題就是 行政和立法的關係 就應該怎樣去互相配合 互相制衡 還有都是宋Sir講的四個項目 四力問題 就是麻煩政府做好些 就是在解說那裡 無論是對公眾也好 對立法會議員也好 都不可以含糊的 是一定要清清楚楚 那才可以處理到民生和社會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大使拼圖講到差不多了 那日後呢 宋Sir會再跟大家分析更加多 香港本地管治相關的問題 那所以大家呢 記得留意我們香港賣進研究所 YouTube和Facebook的頻道 那記得要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那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是正的 就給更加多的朋友看 還有留言在我們的comment section那裡 宋Sir會為大家呢 逐一分析點評你的留言的 好啦 宋Sir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跟觀眾說再見 拜拜 拜拜 新幾年記得繼續追看我們大致頻道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一定要看 給like 訂閱埋進 肯有你著數